夏天傍晚,汤畅淋漓的多人运动后,来一口冰镇可乐,世界上比这还要快乐的事情恐怕并不多,而这份快乐只需要两块钱。 更难得的是,哪怕是十年前,你也只需要两块钱,就能喝到一罐快乐肥宅水。 要知道,2010年至今,中国的物价总体上涨了25%,当年全国的猪肉均价不到20块,北京新房均价2万出头, 而现在,算了不说了,反正你也买不起。 就连笋子原味机也从2010年的7块5涨到了现在的11块5,涨幅53%, 在这个除了工资什么都涨的时代,可乐算是为数不多的业界良心了,为什么它一直就不怎么涨价呢? 其实,可乐不涨价,不是可乐公司不想,首先是因为它们不能。 我们都知道,目前的可乐市场只有两个主要玩家,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,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双头垄断。 两家互相知根知底,谁也不敢轻易涨价,一是怕被对方借低价抢占市场份额, 二是借助低利润,把其他小型卖家挡在行业之外。 可乐是个薄利多销的产品,哪怕一瓶可乐只能赚几毛钱,只要规模够大,依然能够赚钱。 而小型卖家规模小,价格也没有优势,只能夹缝中生存,比如非常可乐和劳商可乐。 同时,可乐公司也害怕涨价让消费者变心,能让肥宅快乐的饮料那么多,大不了喝别的。 事实上,不只是中国的可乐不怎么涨价,历史上可乐就有不涨价的传统。 1967到2009年40年间,美国的碳酸饮料价格仅上涨69%,而所有消费品是114%,扣除通胀后,可乐的价格反而下降了21%。 但跟另一段可口可乐不涨价历史比起来,这些都不算什么。 19世纪末的美国,各种汽水层出不穷,价格通常在七八每分。 1886年诞生的可口可乐为了争夺市场,把价格定在五美分。 当时没几个人喝瓶装饮料,大家都喝冷饮柜台里的饮料。 1899年,有两个人找到可口可乐公司的老板,以美加伦90美分的价格买下可口可乐的浓缩浆,制成瓶装可乐。 没想到市场上瓶装饮料大火,价格也一路走高。 但可口可乐却亏大了,因为它签的合同存在致命缺陷。 美加伦90美分的价格是永久性的,不管瓶装可乐卖多少钱,可口可乐公司都只能挣美加伦90美分。 可口可乐想,既然赚不了那么多,装瓶公司和零售商也别想多捞。 于是可口可乐以五美分为卖点,在全国枯天盖地打广告。 这样一来,装瓶公司和零售商也就不敢涨价了。 一涨,消费者就会心思问罪,广告不是说五美分吗? 奸商。 说到奸商,差距题外话,可口可乐曾经宣称可乐可以减肥。 不过物价上涨,可口可乐也扛不住。 1921年,可口可乐终于和瓶装公司达成协议,拿回了可乐定价权,可以涨价了。 但是他们发现自己被套牢了,大家喝惯了五美分的可乐,到处也都印满了五美分可乐的广告,现在全部改了,要不少钱。 这就是经济学中说的菜单成本。 最关键的问题在自动贩卖机。 贩卖机是可乐主要的销售渠道之一,贩卖机一次只能塞一枚五美分涅币,再塞一枚价格就翻倍了。 可乐涨价只能从五美分涨到十美分,有没有办法只涨一点点呢? 于是可口可乐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造7.5美分硬币。 他们试图游说美国政府,美国政府就回了一个字,滚。 一直到50年代,可口可乐实在扛不住物价上涨,五美分的可乐才在美国彻底消失。 就这样,五美分可乐整整持续了70年,相当于从清朝关绪地到新中国成立,可乐始终一个价。 据说是现代历史上不涨价时间最长的商品。 那么,可口可乐后来是怎么一直维持低价的呢? 这得说说它的运营模式。 可口可乐的核心科技是配方。 它的可乐业务主要是把调制好的浓缩家卖给装品公司, 由他们负责加水加气,装罐后卖往全球各地。 全球大约有225个这样的装品伙伴公司, 他们不属于可口可乐,自负盈亏。 这一过程中,可口可乐的原料,包装和瓶罐,装品厂的运营,运输,销售,广告,以及税费等等,每一步都需要成本。 单是广告,可口可乐每年都需要花费40亿美元。 不只是可乐公司,装品公司,瓶罐生产商,运输商,零售商等等,都要赚钱。 而全球一天生产19亿份可口可乐,哪怕利润再微薄,乘以19亿,也是巨款。 但是通胀猛如虎,可口可乐明面上不敢涨价,但在其他方面打起了主意。 可乐瓶的腰围越来越瘦,但是喝可乐的肥宅,腰围是越来越宽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